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 大家好,我是游诺 今天是新年第一期录的视频 所以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还有元宵节快乐 新年一年大家身体健康 愉愉快快的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 我之前试图深耕过心理学领域 本科研究生都是学心理学的 也有在儿童福利机构工作过 有过时间不算短的 这个一线的跟病人接触的经历 今天我想回归一下老本行 跟大家聊聊 如何认知一些实际生活中的心理问题 还有呢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我疏导 注意啊 这些心理学相关的建议呢 都不是医疗建议哦 如果大家有紧急的 或者是重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还是要及时求助于专业人士哦 OK,言归正传 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如何解决政治性抑郁 我在跟一些年轻的朋友啊 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聊天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过 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性抑郁 今天的这个地缘政治情况啊 还有各种危机的发生啊 对我们生活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也不难想象为什么政治性抑郁的发生啊 也越来越普遍 而且考虑到很多人本身就是高敏感情人格 这些外界的因素啊 对他们的影响也就更大 而且啊这点还往往很难被身边的人所理解 今天呢我就不想讲很多过分理论化的东西 更多的是结合我自身的经验 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案例 给大家分享一些切实可行的应对政治性抑郁的方法 政治性抑郁啊它不是矫情 也不是想太多 很多人在经历政治性抑郁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太理解的声音 认为他们啊不切实际太过高屋见领 或者是在担心没有必要的事情 对于这个说法啊我有两点反驳 第一宏观来说 政治生活政治生活 这两者本就是一体的 有句老话说的好啊 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要来关心你 现在中国这个股市崩盘 经济不景气 物价也在飞涨 前段时间A股好像跌破2800点啊 这些啊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呢微观上来说 你的感受关乎你的主体性 它也不应当被消解 哪怕一个人啊 他是在担心千里之外的战争啊 或者是某个社会新闻上的凶杀案 这都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 不应该被任何人的一句 你在担心没谱的事儿所消解 你所感受的啊就是你的真实 根据我本人和我身边的案例呢 我了解到很大一部分政治性抑郁的人呢 最时常表达出的感受呢就是自己的无力感 以及无力感所导致的焦虑 他们啊往往足够聪明而且信息足够通达 所以他们了解了很多社会问题 并且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又因为啊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 无法高屋见领的去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所以导致了他们的焦虑和抑郁 这里面呢我就总结了一个公式 信息过载加社会责任感加个人无力感等于政治性抑郁 注意啊我说的这以上这些原因啊其实都属于诱因 因为抑郁症的本身的成因就很复杂了 包括压力源 个人生理因素 环境因素等等 政治性抑郁呢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分类 意思是说啊 它的压力源来自于某些政治性的因素 太过学术的内容呢 我们就不在此赘述了 我们直接来讨论如何应对的问题吧 第一啊就是避免信息过载 现在的社交媒体所有的算法呢都是精准推送的 很多人会陷入这种信息炫过当中 就是明明是自己不想看到 看到会觉得难过和焦虑的信息 却总是忍不住想点开看 然后算法就会给你推送类似的更多的信息 然后就陷入这个焦虑手键信息过载的恶行循环当中 要应付这种情况啊 就需要给自己设定合理的这个信息消费限制 避免长时间沉浸在政治新闻和社交媒体当中 比如说设定每天特定的时间段来了解最新的信息 然后其他时间就专注于其他的活动 以避免这个信息过载 但是啊简单不代表容易 除了对于限制这个信息消费的时长啊 还有一点就是控制数量 不建议在同时在多个平台上重复关注同样类型的信息 如果实在控制不了 有时候其实可以考虑卸载一些平台 还有就是啊 就是换个信息摄取渠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确定需要了解某方面的信息 我强烈建议用长度长的有深度的信息来代替快餐信息 比如用看纪录片 阅读深度报道和学术文献来代替阅读快餐新闻 就比如说一些比较容易诱发政治性抑郁的话题 对某些人来说 比如说这个社会性的这个家暴问题 比起去看实则关于家暴的社会新闻简报 我会建议去看心理学有关于亲密关系的相关研究 家暴的成因 家暴的模式 了解家暴救助机构的工作方式 记下你所在的地区 有几个家暴求助热线什么之类的 因为啊深度的了解信息 其实会给人一种掌控感 这种掌控感啊来源于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可以被理性化的 Rationalization 或者说可以被理性所认知的 这个啊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人的安全感啊 其实也来源于掌控感 可以掌控自己摄取什么样的信息 如何摄取信息 其实会对安全感有帮助 而这个把眼前刺痛的问题 变成可以被认知的问题的过程 其实对人的掌控感也有帮助 避免暴露在信息当中呢 其实是一个消极措施 具体到具体的措施上面呢 还是要结合下面一个积极的措施 上面说了不做什么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啊改变思路 放弃那种全或无的思维模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个特别知音体的小故事 讲的是一个小男孩 他在海滩上把搁浅的鱼 一条条的扔回海里 然后旁边有人问他说 哎你这样做有啥用啊 谁又在乎了 这个小男孩就回答道啊 这条小鱼在乎 这条也在乎 他一边说着就一把小 一边把那些搁浅的小鱼 扔回海里去 这个故事就真的很知音体 但是直到现在啊 我在比较怀疑 做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呢 还会时不时想到这个小故事 的确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 但是在没有办法改变大尺度层面上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用觉得自己毫无作用 我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是解决数学证明体 要么能证明 要么毫无头绪 它更像是解决工程问题 是在反复实验中啊 把能解决的范围 推到一个临界值 把每一条小鱼扔回海里 因为每一条小鱼 它们都在乎 把意义聚焦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上 这是我们对抗系统性问题 带来的空虚感的一个利器 第二啊 就是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工作 我亲身体验比较好呢 其实是去做一些实际的 可以立即有参与感的社区活动和志愿工作 以亲身体验 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 一方面啊 可以对抗空虚感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不再是原子化的时候那么微小 个人的力量的确是很微小 但是因为有组织在一起 可以让一些大出度的社会问题呢 有了得以解决的机会 需要提醒的是啊 任何组织都是人类组织 哪怕这个组织的初心啊 跟你的目标很契合 但是千万不要偶像化它们 要记住 这一切都是你达成自己目标的手段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我建议不要轻易 用捐款去代替实际做事的机会 选一个你最关注的社会议题 找一个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组织 从最简单的志愿活动开始 因为贡献时间和精力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而且社区本身呢 也会对个人有一个社交支持的作用 会帮助你脱离那种原子化的状态 以上啊大概就是我对于 解决政治性抑郁的一点小小的建议 不成体系 也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 但是呢仍然是我这么多年 对抗虚物感 对抗抑郁症的一点小小的经验总结 如果大家对心理学系列 反强比较好的话呢 我会继续推出这个系列 希望大家呢生活健康愉快 大家记得给我一个点赞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